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單挑這邊是給到了阿智 然後還有應該是Orca DCG之前的話就是派輔助出來打單挑 然後那個時候的話是打贏了一劍 選了泡麵桶嘛 厲害了 單挑的戰績是三勝的一拜 我想說厲害了 Orca他在單挑上面算是蠻有想法 有點選錯路的 你看每隊都是派上路 上路其實真的是單挑好手 但阿智的話其實他上一次的單挑出賽 應該是對上了 好像是對上Rest吧 Rest當時是用小炮把他的2SAS給轟了 但這一次的話變成是他第二次的出戰 要繼續在單挑上面幫隊伍去爭權奪方 來看這場比賽的BP環節 我覺得泡麵桶應該要按掉吧 不然以這種以鬥士偏好的上路來講 要面對泡麵桶真的蠻麻煩的 喔果然按掉了 ok 一定要按吧 而DCG則是往 歐拉夫然後還有阿卡一區按 歐拉夫之前是阿茲隊友啦 俊佳也有玩過 喔是小嘎 克雷德喔 小嘎 我好久沒看到這隻耶 李敦上來說這隻也是帶個點燃光盾 單挑不知道怎麼輸的 李敦上來說 我上一次看到這隻好像是S9 而且是走在中路 越南中路打4-4 哎呦 那你把杜因幣放哪裡 哦對杜因幣好像也有選過 MAN的啊 他的MAN角 對 但杜因幣好像MAN的好像S7 S7左右他就在玩了 對 他S7就在玩了 他很早就在玩了 沒錯 然後阿茲則是選出了潘森 潘森 也是三挑之王 也是近戰的神耶 好 近戰的神 遇到近戰的神 那要來個 也是天王三之戰是不是 沒錯也是天王三之戰 在角色上面 是 好 第一個飛射甲甲沒中 那潘森要找機會上了嗎 在前面的幻血他可以靠著消耗吧 甚至是W上去打你一套 然後一技能拉走 之類的 這也是潘森他的強勢之處 那你可以遠端丟毛 就戳你 很舒服 這就是潘森 上來就是一個Q 想一下克雷德要怎麼打 很難打 怎麼打 起臉啊 硬拼到底 他 他舉一 你就一到他後面扁他 然後硬拼到底啊 對啊 就是找機會一波打到底啊 但是不是現在 兵太多了 是找一波線差不多的情況下 然後前面盡量不要被消太多的血 而且打潘森的話 畢竟還是要帶個誤防嘛 前面Orca是誤甲所門 主要這個潘森有骨甲 所以他必須得先破他骨甲 不然第一波上去換沒有勝算 現在很難打 現在整個一面完全在阿茲那邊 一面倒 兵也太大妥了 所以就不太好上 那就是考驗塔下補兵的時間哦 因為這等一下也都會換成 回家之後的經濟 阿茲先吃到補包了 但是這邊 小咖有個問題就是 他如果被動來就吃兵啊 那他就沒有威脅了 可是不吃兵又不行 所以很尷尬 小咖要沒啦 小咖快被打下去了 要下馬啦 發現情況不對 直接回了 趕緊回家 再撐一下 又被打出個骨甲 這線叫做回推線 然後這個狀態叫做 人家飛龍騎臉 你就完了 如果這個時候狀態是滿的話 感覺是有騎臉的時機 一個不錯的騎臉時機 對 但比較尷尬的是他現在只有一半 沒錯 所以上去打是必輸無疑 我只能說很尷尬 現在是完全沒有贏的畫面 而且他這線如果不早回的話 其實也沒什麼效果 對啊 所以我說他剛其實回家挺好 OK看起來他被斷了 這個人不會讓他這麼簡單的回 很難受很難受很難受 對 哇 經濟上的話也差了700多塊 冰線就是這樣 就是有優勢的時候 對面回一定要跟著回 這樣子出來的話 線就不會說是被卡 然後完了 這右下角有人爆頭 精神快不行了 我要瘋了 啊 他是韓國人嗎 啊 啊 一鼓 頭很痛啊 這裡想不到怎麼解 然後一回來 冰線還在對方塔下 人馬了 然後裝備對方直接 多拿兩個長劍出來跟你扁 啊 受不了了 提上去了 扁扁看了 我受不了啦 這不扁不知道頭痛的人是誰 帶一個聖盾打擊 打出征服者 OK下馬 打完之後更絕望啦 打完之後病情加重啦 完啦 感覺快要送醫院了 頂不住了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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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不了一點 而且這個下馬之後是 基本上會被秒殺的 如果跳到的話 嗯 這邊直接 WQ1點燃就死了吧 有光盾不好說 有光盾可能會 有可能會打到這個小嘎上 但是不管怎樣換血一定賺 但是這裡不管怎麼樣 不換血更賺 因為他吃不了冰 那現在就是Orca要想辦法 用通靈之術 想辦法把那個小嘎召喚回來 來看了 回家也補不出什麼東西喔 有啊 買了一個空氣 買了一個寂寞 然後小瓜回來了 直接回家召喚他 騎沒有騎到 很尷尬 然後一出來 對面是根本沒有回家 又把你打了 哇一半 不想玩了呢 下次單挑別叫我 下次單挑看一下 看一下對面是誰啊 這個有點猛啊 換個人傷 打不過 我記得他的單挑是全勝 誰說阿智嗎 沒有說Orca Orca 對啊 3-0-0啊 但只能說 沒想到這場比賽的對手這麼難纏 還是有反轉 0 有嗎 我不知道 我感覺沒有 他又下馬了呢 我看不到他贏的畫面 我看他在馬下的時間 比在馬上的時間還要長啊 點燃直接掛 他沒有光盾了 剩一個進攻型的點燃 但快要上馬了 阿智好穩喔 吹冰吹冰 上馬 回歸 上馬 將軍請上馬 公主請上車 我們猜他多久會被打下來 我猜 至少能堅持個10秒 喔 擠到囉 有機會嗎 沒有 沒有 而且阿智還有個光盾 現在又續了一個滿層Q 這會心戰馬 然後一直砸在歐卡的身上啊 伯妻兩邊拉扯 不知不覺也來到了 快六分鐘喔 你快要縮圈了 看這邊頂級 又被拉線 然後又被斷回程 我覺得這邊把炮車吃了跟著回 真的 還是都別回 七人太勝 歐卡 表示 跟你拚了 反轉嗎 跟你拚了 歐卡要來拚 但這Q竟然沒有打到 好痛 剛一沒按出來 阿智這邊一沒按出來 主要是他怕一按的反而出大神 而且等一下阿智他是可以飛回來 他可以用他那個大絕飛回來 是 他可以飛回來 所以慢慢來喔 也不急 最後是回去補了 烤菲爾的戰錘加十字鎬 那終於是和歐卡有機會可以吃到兵了 那這波算是稍微 勉強頂住壓力 這樣子看下來 我發現了 要不撐個坦吧 等一下 完蛋被斷到 猜到你在這裡回程 死了呀 給你一個盾牌 在上馬之前被打下來了 戰落馬下 哇 化熊 準備上馬了 給他一杯啊 直接被斬落馬下 不過還有第二次機會 因為還沒七分鐘嘛 這還沒開始縮圈 嗯 但他可能一復活出來 就要被火追著趕喔 這什麼 給你一個機會輸啊 阿茲裝備很好的 然後要開始摸塔 火來了 這邊是有機會的 這個人 是沒回補的 但是這個塔 但是塔好像沒機會啦 這邊點掉啦 阿茲拿下大雕啦 沒機會啦 塔爆啦 他那個點塔的速度很快 哇 這什麼 這什麼大型 我三等就玩錯了啦 這是什麼大型痛哭現場 他剛剛說他三等就玩錯了 三等就玩錯啦 可能你知道前面就有點失誤了 那請你下次再來 那最後的話 PSG是選擇了藍方 只能說那個 那個塔真的到七分鐘之後 就是豆腐渣工程 打兩下就直接掉了 是 完全沒辦法 但阿茲也是幫隊伍爭取到了 這次的機會 那奧卡就是 比較難過 沒事 也不用太難過 反正他前面是三勝零敗 他之前獲勝的對手 也都長這樣啊 也都很懊悔 也都很懊悔